臺灣社會哥連話是越來越嚴重 很多長輩為了不讓四歲增加照顧的負擔 都會選擇帶來去安養它 但這樣就沒辦法每天跟小孩見到面 臺灣青春總會中華婚會 就來到和美一間安養中心 他們帶了給兩個為長輩唱歌 希望讓在行動部分的長輩 帶來歡喜的一天 青春會先完點到辣椒 為幾個月生日的長輩慶勝 並且有青春會先完代替文化拿捷 今天是全國好人好事歌藝慈善會 歷臨時光護理之家 來表演歌藝給我們的阿公阿嬤 就是我們的住民觀看 阿公阿嬤都非常的喜樂 那今天他們其實他們每月 就都會歷臨時光護理之家表演 然後今天他們還結合了青商會 結合了彰化國際青商會 歷臨表演 非常感恩 今天我們都以歡心的心情 來歡迎我們的歌藝 全國好人好事歌藝慈善會 歷臨 歷臨時光富翔表演 歷臨時光富翔表演 這些享用中會幾天的活動 希望救助讓社會更加和諧 國際青年商會 中華民國總會 彰化國際青年商會 今天是我們響應 全國總會的一日志工活動 我們安排我們青商會 來到我們和美的 池光護理之家 來做一日志工的活動 希望藉由我們青年人的力量 讓我們這個社會 能夠更加的美好 那今天呢 配合我們彰化國際青年商會 中華民國總會 特別辦的一日志工活動 那今天呢 我帶領我的學生 來慰問我們的 此光富翔之家 那學生呢 有撒克斯風表演 還有排舞的演出 還有精湛的歌藝表演 那我們也特別準備了大蛋糕 要來分享給我們的阿公阿嬤 讓他們今天開開心心的 聽我們唱歌跳舞 中部的音樂各種原因 必須離開青年人住在安養他 但是四世也要提供老大人的用心 並且盡量百萬倍伴他們 讓中部可以更加安心的生活 新中華新聞李明洪何必 彩虹報道